从年初乌俄战争开打以来 已经美国众议院院长裴洛西来台 造成两岸局势紧张 中国解放军扰台不断 也让兵役议题再度被拿来讨论 目前台湾现行EUE是四个月议期 到底要不要延长成一年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国防部长邱国正27号表示 目前是朝着从四个月延长为一年制 不过兵役延长的姿势体大 目前还在与各部会做讨论与协调 虽然能够在年底有结论 因为考量到公告一年之后才能够执行 假如跨过元旦才公告 又得要再等一年才能够实施 因此如果按照时辰来推断 最快将在2024年上路 届时2006年出生的义男 只要年满18岁 有可能就是第一批适用心智的义男 对此前中将率要明日前接受访问 直言一年根本无法训练出强大的部队 所以就算真命制延长一年还是不够 你要叫真命制早点做 那预期也不要只有一年 一年他绝对我们在军中那么多年 一年训练不出能够打的部队 因为台湾最受限制的 就是说福地很小 从台北距离海边也没多远 最远的是彰化平原 不过40公里 那第一波打下来就没有回旋的空间 所以你一定要准备到第一级 很精锐的部队能够抗住第一级 你才有后面谈判的筹码跟条件 你第一级都撑不下去的话 你没有了 所以真命制到底是好是坏 邱国正所以讲得很保守 可以商量 那你要恢复的是什么样的真命制 假计说只恢复的是一年的这个兵域的话 我觉得大可不必了 对不对 第二个 国军现在营房也裁病了 这个机构也裁了 真来那么多兵 你训练的能量有没有 都是很多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 真命制应该做一个广泛的讨论 最主要就是说 要不要争 争多少年预期 第三个 有没有训练的能力 第四个 有没有作战的装备 第五个 你有没有全班的扩充病院 有可能作战战法 不是靠人多 人多 素质不好 那也是炮灰 所以问题就是 真命制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病急乱投医 我现在目明目不好 我赶快用真病